第一名 是什麼 果然 私密處 欸 現在10點了嗎 差不多了 終於過了10點 可以量這個話題了 私密處的保養四位有特別注重嗎 老師說 都有 都這麼 當女人很辛苦 我覺得 對 在外面人要看到 表面身也要看到 然後身體上自己也要看到 然後你覺得如果不美的話 你會覺得沒有安全感 然後自備感 這麼嚴重啊 對 所以自己都是有空沒空 就要去保養 然後去弄這些 那裡不美你就有自卑感 人家不知道 自己看到 你看得到 你們真的很愛漂亮 真的很愛漂亮 人世間有鏡子這個東西好不好 有 貝童彤怎麼保養 我有看到 然後保養他 讓他 保持在水嫩粉嫩的狀態 真的 貝童彤怎麼保養 我很怕看婦產科醫生 這件事情有深深的影響我 然後我以前就是有一次得了 可能身體免疫力狀況不好 然後就得尿道嚴 然後那時候好痛苦的媽啊 然後又會開始 譬如說可能有一些分泌物 有一些異味 然後我自己就覺得 天啊 我真的太怕看醫生了 結果那一次醫生告訴我說 第一個是你免疫力可能有出問題 你太累或是壓力太大 第二個他叫我回家 把所有的內褲全部丟掉 換型的 會感染是不是 因為台灣的氣候的關係 比較悶熱潮濕 就算你洗好了放在櫃子裡面 濕氣不夠 對 還是會長一些小細菌 讓他滋生 所以有時候可能不是你自己的關係 可能是你覺得內褲已經洗好了乾淨了 但其實他上面還有殘留一些細菌 所以應該是要曬太陽 導致你發炎這樣子 因為這個東西是真的 除了這個比較貼身的衣褲之外 女生的尿道天生就是真的比男生短 所以比較容易發炎 像我們因為之前拍戲 常常上洗手間真的不方便 然後很奇怪的是 我們沒有刻意要憋尿 可是心理會影響生理 對 然後例如說像之前模特兒做秀 所以我們在後台準備要開秀 你根本不可能去上洗手間 所以導致於長時間 就不自覺的憋尿 然後憋尿憋久了 不小心很容易就造成剛剛您講的發炎 那這個時候醫生只能建議我們 就是第一個真的多喝水不要憋尿 第二個要多吃一些蔓越莓啊 莓果類的東西 對 莓果類的東西 那我自己是都是就是比較保持乾燥 為什麼 因為就是可能因為 吹風機 怎麼保持 不是 因為第一就是 所謂就是 現在家裡都會用免治馬桶 就是在每一次洗手間的時候 能夠比較乾燥 然後再來就是我喜歡這種 真的會用吹風機吹 因為這樣穿內褲的時候 它比較不會 因為你雖然有時候身體都擦乾 但是因為那個私密的時候 它因為有那個毛 那其實細節有時候 它還是會有一點點濕氣的感覺 國外很流行 像女生都會去做一些比基尼線的除毛 他們除毛並不會 找得很濃密才會 沒有沒有沒有 他們覺得這個是一種禮貌 因為他們穿比基尼的時候 不會 插飛出來 這第一個 但是有的人是全部除光光 國外的女生 很多人是全部除光光 也有些人就是會除形狀 有愛心形 有長條形 像海苔形 或者是 字啊 或是怎麼樣都可以 各個形狀都可以除 不會刺刺的嗎 他們就是會保留一個固定的一個 他們其實是要保留那個形狀 對 國內比較少會去保留形狀 不過國內最近比較流行 還真的是把妹妹的部分的毛 整個要求就是雷射除毛要整個除掉 不過基本上它存在是有它的 必要性的 對 它可以防止衣物的摩擦 或者是性行為的接觸時候的摩擦 所以 其實除毛當然的確是可以維持那邊的清爽乾燥 然後肩上有毛囊醃 或者是一味的產生 但是如果說沒有特殊需求的話 其實不需要提到全部光滑 這樣 我覺得很快就會長出來 就很粗了嘛 而且長出來超痛的 因為那個生小孩的時候都會被剃光 然後我那段過程就是在恢復那個過程 我覺得原來那個私密處的毛被剃光 再長出來那個過程是很痛苦的 很癢 很不舒服 很癢 而且因為那個地方私密處的毛囊是比較粗的 所以在長毛就很像男生長鬍子的感覺 就像你們剛講 很紮到自己 很紮 然後很癢 所以我就覺得說 原來就是平常覺得 感覺很普通的東西 它一旦消失不在 你就會突然覺得 哇 原來它有存在的必要性 所以你們 所以郭熙你其實也蠻好處理的嘛 就是味道 然後如果除毛我覺得乾淨 我覺得就兩個點 那有關於鬆緊跟年齡有一定的關係嗎 應該 多少吧 其實未必對不對 未必 其實的話每個人來說 就像我們皮膚本來就有 天生的一個鬆緊度 當然那個地方也是屬於一個黏膜層 跟肌肉那些還是有關係 等一下 等一下 沒有 我覺得 多少有差吧 經驗來講其實的確有 應該有吧 是真的年紀越大會越鬆嗎 年紀越大大部分人的確會越鬆 生過比較多胎小孩的部分 其實也會比較鬆 所以生完的時候 我們就要很努力的運動 你看大部分的產婦完 是不是婦產科醫師都會教我們 怎麼去運動我們的骨盆腔 就是那個縮 對 沒錯 因為這不是只是對女的 以後的性生活 所以包括你的排尿 那些的功能 對 我們那邊的力量 所以難怪現在越來越多人 都直接選擇剖腹 我覺得應該也是有在意到這部分 因為我問過一個婦產科的一個護士 他想說真的是有人來縫那個 因為太鬆 通常醫生會看你的年齡 那個患者 因為他才22歲 所以22歲通常根本不會幫你做 因為還這麼年輕 可是那患者一直堅持說 我真的很鬆 你一定要幫我做 所以沒辦法只好上那個 上那個 就是上次示範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椅子 那個整台 結果他腳才一打開 跟我講這個是一個護士 他想說 他就覺得 你真的需要做 可是 腳打開也就看 他說我幾乎快要看到 他這樣講會不會太誇張 說幾乎快要看到子宮頸 真的喔 怎麼可能嗎 這麼鬆 沒有啦 那是可能太誇張 就是很明顯的這樣子 可是他才22歲 那是為什麼 是真的跟生小孩有關嗎 他22歲他生了兩個小孩 喔 曹醫師 生孩子不會順便給他縫緊一點 我想剛剛那個 前面的盧醫師有提到過就是 生完了之後 要做一些凱格爾式運動 這個在生完是非常必要的事情 因為 我們事實上很難去訓練 骨盆陰道的這些肌肉 肌膜 筋腱等等 那在手術完生完之後 其實都會常態性的去把它縫好 這是一定要的 那剛剛美人姐提到那個 22歲大概就是生完 可能沒有注意到 後續的一些凱格爾式運動 這時候真的可以做一個 陰道的整形手術 其實我這邊其實很多 接到很多像做旅行私密處的 包含 剛剛講到外觀的部分 其實就是很多的大小陰存的那個比例 比較不成比例 特別的背負 這有差嗎 這對你們 沒有 這就是在形狀那邊嘛 形狀那邊 我們其實不會那麼在意 不會那麼在意 但是可能對他自己的 我真的還 而且我也不知道做那個的用意是什麼 就是要把它變小嗎 對 變小 不過變得比較粉潤 然後像剛剛講的低頻雷射 其實在低頻雷射現在做的那個技術 其實上現在是非常的先進 它可以刺激本身的陰道壁的 那個膠原蛋白的那個增生 所以它可以達到緊縮的效果 另外一方面又因為它是屬於雷射嘛 所以它可以做一個美白的效果 我有去問過婦產科醫師 但是就是說 你如果差不多是更年期之後的婦女 因為你第一個你比較乾 第二個你的性生活也沒有那麼的平凡 甚至於有很多人都是在無性的這個狀態底下 那麼你一定要用一個私密出的這種藥膏 或者凝膠 對 一定要自己塗抹 Picky應該有聽過嘛 對不對 自己塗抹 為什麼 因為不然它會乾 會萎縮 然後你將來會非常的乾癢 OK 會造成很不舒服 對不對 因為其實像我們的生殖部位啊 像生殖到陰道這個部分 其實都有一些正常的分泌物 那會維持一個正常的PH值 以去防止一些細菌的入侵 所以如果說我們年紀慢慢大了 那一些荷爾蒙啊這些腺 像剛剛美人節講的慢慢地萎縮 就會造成這些分泌物的不足 對 會改變我們生殖到的一些PH值 就比較容易 不管說是乾澀啊 癢啊 或是說容易受到感染的情形都會增加 所以很多電視界的觀眾朋友 如果有現在很多更年期 45就更年期了 OK 你如果有這樣的問題的話 你不要羞於其始 你去婦產科 他給你一條那個凝膠 你就是自己自己抹 藥品的部分 大概就是一些 比較女性荷爾摩制劑 它都有設計好的一個套筒 那你把藥擠在上面 它就可以直接擠進去裡面 然後讓你得到比較好的處理 我真的還比較先進 我真的還比較原始 事實上這些比較上年齡的婦女 事實上她的整個臨狀的臟皮都開始萎縮 那不只是說陰道會比較乾澀 包括你可能都容易產生萎縮性的 泌尿道感染 膀胱發炎 這類其實真的都需要保養 是 對 所以這個保養不是為了要增加什麼性的魅力 什麼是你自己身體會比較舒服的 對不對 陳醫師 剛剛這些以男生的角度 這些都已經在後面的階段了 一打開就有味道真的就受不了 所以終於有一句話叫做 任何的代價 青色黃白黑 任何顏色的代價都跟濕氣有關 所以現在這種季節 其實可以建議大家多吃一些四神湯 對 四神湯裡面有藝人啊 有芡食啊 有蓮子 其實對於濕氣的收色都有幫助 還有一個 醫生也給我一個配方 我覺得這應該不難 如果你是白帶很多的女生 你就是三五天就吃一點葡萄乾 葡萄乾 葡萄乾喔 所以這也是跟莓果類有關 吃一點葡萄乾帶有一點甜分 一般中醫不太建議吃甜的東西 會讓體內濕氣變得更重 那吃什麼 四神湯 四神湯啊 甜的可以 真的很喜歡吃甜的可以吃一點綠豆藝人 我為什麼說那個婦產科醫師呢 還特別跟我講說很多跟年期婦女要用這樣的東西 因為我曾經在友台的節目分享過一個故事 然後就一直笑 他說你要一直用齁 你到八十歲就還能用 我就一直笑 因為我一個做性治療的一個醫生 也是在去大陸的一個醫院跟他們合作 然後結果呢 接到一個case 來的時候呢 老先生是扶著助走器喔 八十四歲 老太太八十歲 想說這兩個來要做性功能治療 所以要治療什麼 可是因為太感動了 因為老太太跟他講說 這是我先生 我們已經結婚六十年了 我們這輩子都沒有分床過 其實吵架也是背對背而已 那麼他已經八十四歲了 我的心願就是在他走之前 我們能再好上一次 好感人喔 好感人喔 老先生都這樣了 OK 結果呢 他就教他怎麼先做按摩 第一次是一點用都沒有的 第二次又來 到第三次呢 他恢復五十的功能 就是說其實還是有一些按摩可以讓他恢復這樣 後來到第五次的時候呢 那醫生說 其實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今天搞不好可以有機會這樣 他說 那你們在 那我們好意思 他說那我們出去這樣 然後呢 但是 before這個老先生的治療 老太太也要治療 因為老太太太太太沒有用了 所以還要用那個壓嘴器幫他承開 因為他陰道整個是萎縮的 八十歲的老太太陰道是萎縮的 所以他是很困難的 所以老太太也要做一些潤滑跟一些幫忙 把他撐開這樣子 然後呢 後來他們就 他跟他的助理就在那邊等 然後呢 過不久 大概十幾分鐘吧 突然門打開了 然後這老太太就說 董醫師 謝謝你 我們倆好上喔 好感人喔 所以問一下曹醫師 的確 陰道會萎縮對不對 是 像各位也許在生產的過程也會有聽到過一個叫做 會音按摩的技術 他可以減少一些你生產的時候疼痛 那他的按摩過程也是 你必須在第一次按摩之後 按到你覺得痛就停下來 隔天再按 那你的痛覺會越來越高 那你可能就對整個的肌肉訓練就非常的好 那有一種叫我們訓練會音的就是 小便的時候要給他 吃 撞一下 撞一下 撞 撞一下 撞一下 就是一收一放 這個有幫助嗎 這個也類似凱格爾式運動 一樣是有幫助的 是有幫助的喔 隨著年齡越來越增大 我們的擴約機會比較鬆弛 所以說可能有些尤其是產後 婦女會比較敏感 就是我們可能咳嗽或大笑 就會覺得有點漏尿的感覺 所以說其實大家都那麼重保養 這種平常的保養就很重要 不要等到真的有這種現象發生了 我們再來去做治療 花大錢做治療 我們都會在家深蹲啊 練肌肉啊 練微笑線啊什麼的 那私密處的肌肉 其實平常是可以訓練的 怎麼了美人姐 怎麼了美人姐 美人姐你幹嘛 眼睜睜看著我走過來 聽他們講完 好像不練不行 對 要練 好像真的要練 我突然覺得自然產其實也要注意蠻多事情的 連醫生都說要練了 對啊 不是為了自己 不是為了男人 其實為了自己啦 為了自己 對 為了年老之後 比較不會尿失禁的問題 哈哈哈哈 為了自己好 OK 我最後一題問一下 那如果 有一種說法說 用那個衛生棉條 然後那個 進一些橄欖油 晚上塞進去保養 有用嗎 對 有一疊疊的幫助 主要還是潤滑的作用而已 那其實就像剛才所說嘛 現在其實已經有一些專用的 對啊 所以你直接用專用就好了 就好了 我還要麻煩你 還要進一個那個感染油 然後塞進去又拿出來 對 麻煩對不對 直接塗就好了 而且就是真的 老實說 世界上能夠放進女性的東西 就那幾樣而已 你不能就是在亂七八糟混一些東西 對 對 拿幾樣 所以說我們就是放一些該放的東西進去就好 因為第一個 你膜感染油的話 你不知道這個或其他東西 成分 有沒有一些成分 還有其他一些細菌 如果放進去的話 反而搞不好會更嚴重 是 不要亂放 了解 也是 10點以後能講也就這樣而已 我真的覺得很熱 已經很熱是不是 納豆今天雖然有一點貢獻對不對 不是他剛剛都是我朋友 他朋友的貢獻比較多 對 我覺得你真的應該經常多分享一些你朋友的 經驗 好 我就跟我朋友多聊一下 對 好 多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 沒問題 OK 我今天也受教了 我都不知道 竹筍狀的胸部 OK 我第一次知道 有喔 有喔 沒有 我們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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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把那個命名 知道嗎 真的是那樣的形狀 對啊 好 那麼我們今天的這個私房號老師說 就給你們驚訝到這裡 謝謝 謝謝美人姐 謝謝那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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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